這個世界充滿著新鮮事 我們的政府每次選舉都告訴我們 他們不一樣 他們會帶著我們革新更新進步 導致現在進步好像變成一個非常高尚的名詞 或是動詞 而保守好像就代表著守舊傳統宗教的一個代表 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世界的進步 還有為了革新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 生命紀五章三十二節到三十三節 所以你們要照著耶和華你們的神 吩咐你們的謹守遵行 不可偏離左右 你們要走在耶和華你們的神 吩咐你們走的路上 使你們可以活著 必可以享福 並且使你將在佔領為業的地上 可以長久居住 從阻礙交通的這些環保主義人士 到大風車拉貨船來減少碳排量 到美國女竹在世界杯上面的表現 還有最後提到最新的電影 白雪公主 這個世界的進步為了我們帶來了些什麼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感到很無奈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了 在這個彎曲背地的時代 你想要說什麼 但是又怕得罪人 就連一天到晚叫你活著有勇氣的教會 都只敢叫你在奉獻的時候有勇氣 其他的時候就是以和為貴嘛 對不對 要在乎的是關係 耶穌在井邊那邊這個嬰婦 也是跟他藥水喝啊對不對 不要批評 但是你很過不去 你看到舊約聖經裡面那些先知 哪一個是先建立關係的 約拿跟尼尼威城有建立什麼關係嗎 耶利米 以賽亞 跟以色列這些王的關係夠好吧 那些王有聽嗎 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的關係也不錯吧 他有聽嗎 你知道拯救人的不是關係 而是真理 所以請一起來支持我們 AI News的事工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 翻轉這個時代歸向耶穌 建立關係很重要 保羅也是這樣說 耶穌也是這樣說 但是關係一定要建立在真理之上 而不是等到關係夠好了之後 再討論聖經真理 你很難開口沒關係 請你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AI News可以當這個無奈的基督徒的發聲筒 就像我的牧師每次想要宣教的時候會說的一樣 你可能沒辦法宣教 但是你的錢可以拿去宣教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看新聞 但是你可以來支持我們 一起來翻轉這個時代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歡迎回到今天 環保主義者這些人 常常做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什麼把番茄汁丟到幾百年的畫上面 然後逼著我們用那些紙做的吸管 喝兩口就爛掉的那種 或者是把自己黏在地上 還有星巴克的櫃台上面 很蠢 非常的蠢 就是這些事情 上星期五發生了一件更誇張的事 一個英國的環保組織 Just Stop Oil 他們擋了一整條街 擋住了一個媽媽 帶她剛出生的嬰兒要去醫院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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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 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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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她 在醫院 在醫院 到醫院 慢慢的碰 慢慢的移動 用我愛的車車慢慢的輕輕觸摸你 直到你倒在地上或是滾開 我不知道當邪惡的人犯罪 而且威脅到嬰兒的生命的時候 該做的正義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是一目了然的 這一幕非常清楚 左派想要消滅人類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標 就是他們所有的議程 他們所有的行動 就是在消滅在呼吸在生活在過日子 在工作這些人 他們把所有事情都擺在人類的生命前面 人類的生命不是最應該被值得被珍惜的 他們希望人死越多越好 他們把母親的自由放在他肚子裡的孩子的生命前面 他們認為說母親應該要可以濫性濫交 這個是母親的自由 所以說母親可以殺死他肚子裡的小孩 他們認為可以為了舒適的生活 舒適的環境 來讓生病的人 老人 還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去自殺 去安樂死 他們在乎石頭 在乎樹木 在乎大自然 多過於他們在乎人命 他們會說的很好聽 為了人類生存 為了人類延續 他們寧願讓一個活在車上 然後要去醫院的嬰兒去死 這個就是他們的思想 這個就是他們的主義 社會學 人類學 環保 這些東西是他們的神 他們想要殺死嬰兒 他們是邪惡的 他們不在乎人類 他們在乎的是人類學 是一個優生學 上次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我是基督徒 如果今天一個歹徒跑到我家 我把他打死了 我這個人是不是就是 在乎我的財產 多過於人類的生命 這樣想的人 我必須要回答一個非常基礎的思想模式 我家有槍 外面還有告示牌說 不要進來 我會開槍 這個人 如果為了屬於我的財產 他願意犧牲他的生命來搶的話 那其實就表示 他重視別人的財產 多過於他自己的生命 一個人如果在乎生命的話 那他就不會出來犯罪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思考邏輯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這個非常簡單 又非常基礎的道理 在我的女兒的白馬王子出現前 我就是他守護的騎士 所以說我一定會盡我全力的守護他們 其實這些左派呢 他們是一群弱智 是一群腦殘 很抱歉 我答應過不再罵髒話 不過在各位指控我身為基督徒 不可以論斷人之前 先聽我解釋 我們來看一下 史上最清廉 最真實 最完美的新聞頻道 全世界都在關注的新聞 CNN 這個標題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風箏 可以用來拖行跨海的貨船 來銳減他們的排碳量 這邊有一個一系列的圖片 就是一個很大的風箏 然後底下拉著一個貨船 然後下面寫的內容是 或許你看過 Kite Surfer 風箏衝浪 這個樣子的運動 利用了風的力量 來拉他們 橫跨海洋 現在 幻想一下 OK 這個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你必須要用你的想像力 OK 同樣的概念 使用在一個 一千平方米的風箏上 飛翔在水面的三百米之上 但是 與其是一個人 在海上衝浪在玩樂 而是在推行一個 巨大的 貨船橫跨海洋 這個是整個想法的基礎 種子 一個法國的科技公司 叫做 AirSeas 正在開發 所以這個還是在 開發中的科技 新的科技 創新 突破的想法 這個就可以幫助他們的貨船 減少他們的燃料使用率 更可以減少他們的碳排量 平均百分之二十左右 沒有錯 左派 他們現在發現了 發明了 帆船 帆船是一個 如果你是以教科樹上的年份 來計算的話 這是一個 相傳四千年BC OK 主來四千年前 埃及的壁畫上面 就有的帆船 大概在六千年前 就有這個樣子的東西出現了 然後現在這些 左派 自由派 非常的興奮 太好了 我們找到了成功的秘訣 我們找到了所有環保的解決方式 與其使用什麼石油 煤礦 來讓這個 船在海上航行 我們可以解決這個環境污染的問題 就是把一個 巨大的 類似像一個 風箏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叫做 我們來想一個新的詞 新的單詞 叫做帆好了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帆 放在一艘貨船上面 這個樣子 帆船就在二零二三年 被一間法國的科技公司開發成功了 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些自由派 很愛重新創造某些 再正常不過的事物 透過把這個東西變得更愚蠢 然後說這一切是創新的 我其實很早就發現了這個現象了 這個帆船只是最新的例子而已 在六零年代的時候 這些自由派的嬉皮 就開始了他們的創新計劃 我們有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OK 我Chill 一個和平的分享的一個社區型的 所有的人都沒有任何的私心 全部都共同的合作 就是那種 You know 某家人專門帶小孩 某些人專門種菜 有些人專門做麵包 然後大家一起合作 和樂融融的一個社會 是齁 就類似一個村落對不對 一個 village 或者是非洲的一個部落 所以說你要去一個小的村落生活嗎 當然不是啊 這是一個比村落更先進的一個生活模式 很酷喔 人們不再被金錢限制 然後他們互相幫忙 然後還有最新的例子 像說什麼 我們生活太忙碌了 我們要把我們的腦子放空一下 我們要休息一下 我們要坐在那個地方安靜的 冥想 然後跟自己聊聊天 更認識自己 讓自己可以在這個生活當中昇華 就像 就像 祷告嗎 OK 你要祷告嗎 當然不是啊 我又不信你那個什麼神神神 導什麼告 可以導到多落伍啊 多沒有用啊 只有保守派跟基督徒 才會沒事在那個地方禱告好嗎 我們只是要在跟自己的腦子裡 說出我們的希望 說出我們的期許 還有我們感謝什麼 我們的願望 對 沒有錯 然後你在那邊打坐 坐禪的時候 你就是在跟自己祷告 你在敬拜自己 我們基督徒在祷告的時候呢 是在跟神祷告 這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那個就叫做祷告 Prayer 人類歷史以來一直都有 就連現在所謂的什麼 性別辨識啊 性別學術啊 這樣的東西也是 現在性別認同的東西 有一個優點 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些左派不斷的證明 靈魂是存在的 這個是現代科學發明以來 可以進化論出現以來 性別學術唯一的好的這個好處 就是證明了靈魂是存在的 我們不是只是一堆肉球 一堆生物 我們跟動物不一樣 我們是不同的 那一直以來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都有這個 叫做靈魂的這個東西 So 現在左派他們重新的定義這個說法就是 這是我的性別認同 這是我的真實身分 這個就是左派的超能力 就是把一堆很基本很平常的東西 然後呢把那些東西的思想變得極度的愚蠢 那這個用大風針拉船 我們歷史上一直以來都有 這個東西叫做帆船 英文叫做sail boat 好下一個新聞 足球是全世界最多人玩的運動 最多人在乎的運動 除了美國以外 但是 美國的女子足球 最近好像表現得還不錯 我個人 我從來就沒有反對任何女生運動 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是個 不看任何體育運動的一個人 我對於女生參加運動 還是停留在那個 鬥球兒彈品裡面那個騰堂里美 當時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拿躲避球打女生呢 Why would anyone do that? 我當時是小學二年級 但是 女生的體育運動 或者是女生得到什麼大公司的這個 專業的支持 還可以代言什麼東西 我是完全支持的 我的太太就是一個運動健將 她跑得比我快 跳得比我高 打籃球的時候你一定會選她 然後呢我會在旁邊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幫她加油 我有兩個女兒 我會希望她們打排球 因為打排球女生 但是這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是 女子的運動開始變直了 變成了一個政治文宣 並不是因為歧視女性或怎樣 因為現在的太多的這個女子運動 女子體育項目變得太噁心 或者是機構變得太噁心了 她們的心態還有方向 不是在建造一個女人 而是在建造一個左派的受害者 這已經不是男人跟女人之間的問題了 而是好人跟壞人的差別 當這些機構刻意的說謊欺騙 只為了得到同情票獲得個人利益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來 會覺得你很噁心 這些女子運動員被拿來當成政治的棋子 然後利用她們來獲得政治利益的人 也是邪惡的不OK的人 這個時候就是人開始不去支持女子體育項目的時候 然後最無恥的就是美國的女子足球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管是裡面的運動員 還是這些體育機構 WNBA 女子網球 女子足球 在賣一堆東西 就是噁心扭曲 而且又欺騙人心的內容 就是如果今天美國女子足球 跟任何一個國家女子足球比賽的話 我基本上是會幫其他國家加油的 就算對方是中國大陸 伊朗 甚至我來想想看最打壓女性的這個國家 就沙烏地阿拉伯好了 我都會幫他們加油 我不會幫美國的女子足球加油 那今天就會談到左派現在最愛討論的東西 就是Gender Pay Gap 男女薪資差距 這個虛假的議題 我不會花一整集在這邊解釋這個都市傳說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看過類似的東西了 特別是在男子跟女子的體育項目裡面 但是這個是今天要討論的新聞的這個基礎 我們知道這個Gender Pay Gap 是個謊言 他們也知道這個是個謊言 他們的說法是男子的體育運動員做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努力 但是女子運動員拿的錢是少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是U.S. Women National Team 美國女子足球的這個國家隊放出來的影片 是關於一個Fox News的體育播報員 Will Kane 要來展現他們是個受害者 都是在男權負權主義下面的犧牲者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被壓破的 都是被這些社會的這些男人壓榨的 Bug Kring's pushing back at them I think EWP is a ridiculous concept in of itself Soccer,for better or worse,on the men side across this globe is much more popular than women's We get that argument all the time Yeah,他們把一小段Wilkent在這個節目上面說的內容剪下來 Wilkent在上面講的就是 我認為平等薪資就是一個非常可笑的概念 很明顯的就是他們就是要想要把Wilkent這個人說成是 反對男女薪資平等的人 然後想要放出一個欺騙大眾的概念 就是女人做同樣的工作 做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產業 但是拿的錢就是比男生少很多 然後我們這麼多男人掌控了這個世界 然後我們就是男人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專門來打壓女性 不讓女性有任何公平的薪資待遇 我就來把這個原本的這段片段放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一下Wilkent到底說了些什麼 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有兩件事 當你講到像Trevor Scales剛才提到的 沒有 要怎樣的 satisfaction 問題 來賬付對妳的色績 和南名美�ade 未 dum projectage 中東美 salud的 大部分的漁 bisog 毫不打壓力 教徒漁Ban 和南內 doubled 保護相組全 unw 投資很婆руп 虛的部分 英文 為什麼 嗎 因為 國陳 國慫 6 billion dollars in revenue the women's world cup generates 131 million dollars in revenue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pay disparity the women's world cup players get paid out 20 percent of the total revenue the men get paid out seven percent as a percentage point they are getting much more the problem is for anybody desiring equal pay and by the way i think equal pay is a ridiculous concept in and of itself if the women generate more revenue they should get paid more than the men don't strive for getting the same strive for getting what you're worth and if you're worth more then get more and so what i'm saying to you right now is soccer for better or worse on the men's side across this globe is much more popular than women's soccer the women's game had higher ratings than the men's though that's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charlie that's in the united and that's comparing a women's world cup final that feature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men's world cup fin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dn't feature the us left i don't get a legit no no yellow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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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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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可能支持這個樣子的事情 他們的策略並不是創造出更好的商品 或是打出更好的比賽 讓觀眾感覺更熱血 讓更多小女孩看到自己國家隊踢得好棒 然後好想要踢足球 讓足球在美國這個地方盛行起來 來吸引更多觀眾來看他們比賽 而是假裝他們自己是個受害者 刻意的扭曲美國的觀眾 還有在踢足球的小女孩 他們以為大家會同情他們 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在為了女人發聲的 這些女人成為他們的政治武器 成為他們的標語 成為他們的棋子 在美國女子足球就是沒人看 就連男子足球都沒人看的 只有墨西哥的國家隊踢贏的時候才會收視率飆漲 因為很多墨西哥人在乎足球 其他的美國人基本上不在乎足球的 在這邊這個美國女子足球在提倡的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這個男足的營收這麼高 但是我們還是要更多錢 就算每一年美國的這個女子國家隊都在虧錢 都需要其他的體育項目來捐款捐贈他們才可以維持 但是他們怎麼認為呢? 他們認為就是我們就是要政治文宣 美國女足這幾年踢得好像還不錯 曝光率非常高 然後得到這個樣子的榮譽之後 然後這麼努力得到這個樣子成果之後 與其創造出一個品牌 女強人正名 然後把自己努力塑造成一個非常好的商業模式 與其用一個愛國的模式 讓更多的美國人在他們的後面 他們反而用一個最噁心最無恥的方式 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他們有機會披著美國國旗 代表美國 與其用這樣的機會 來得到更多的美國人來支持他們在做的事情 他們反而是 這是來自 New York Post 美國女子國家隊的隊員在2023年世界盃開打時 絕大多數的隊員在唱國歌的時候選擇風口不唱國歌 他們的對手越南卻驕傲地唱出他們的國歌 這些體育項目組織運動員 我們看到他們踩在我們的國旗上面 唱國歌的時候單膝下跪 侮辱我們的國家 一直到2023年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現在突然覺得說他們很困惑 為什麼美國人不去看他們的比賽 為什麼美國人不去支持他們 為什麼美國人不因為他們的成績而感到驕傲 為什麼美國人不去買票來去看他們 在美國有太多的人認為說美國是邪惡的國家 充滿的羞辱應該要被抵制 然後其他的國家他們在國際舞台上面 展現的卻是愛國主義 他們愛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國旗他們的歷史 事實上就是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的歷史 都沒有美國來的精彩來的正直 美國的歷史是最值得被全世界的人歡慶的 美國帶領整個世界創造前所謂的經濟奇蹟 以及創新 讓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好 都變得比以前還要好 美國帶領全世界的人權法案 創造出來的基本人權 還有帶領所有的國家在現在的人權上面得到進步 美國徹底的結束了奴役制度 而且為了奴隸的權力打了一場內戰 犧牲 美國在乎個人人權 不在乎你的家庭大小 你的社會地位 自我認知 膚色 你都可以有機會為了自己而活 為了自己而成功來守護你的家園 但是左派覺得美國不好要被毀滅 然後他們要創造出來一個新的 更理想的 更平等的 跟中國共產黨還有蘇聯一樣的美國 我對於女權主義其實並不是排斥的 我認為女人也應該要變得剛強 我太太她就是一個非常剛強的女性 我們辦公室裡的Felicia Priscilla 她們也是很剛強的女性 但是現在的女權主義的問題就是 她們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女人已經平權了 男人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女人都可以做 所以這些女權主義的組織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妖魔化男人 結果造成的就是 她們變成一群最在乎男人的一群人 她們沒有男人她們就活不下去 如果今天全天下所有男人全部都消失了 或是男人已經全部被她們踩在腳底下 沒辦法反抗了 她們這些組織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例如像說最新的這個電影 芭比娃娃這個電影 上個週末成千上萬的媽媽 帶著她們的女兒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把你的女兒 教育成一個憎恨男人 憎恨自己瞧不起人的這個女生的話 那芭比娃娃這個電影就是非常好 幫助小孩被洗腦成一個大左派的電影 如果你的目標就是要摧毀你女兒的一生 讓她永遠不快樂 那歡迎你帶你的女兒去看芭比娃娃 但是絕大多數的母親 不希望自己的女兒變成這個樣子 今天AI NEWS再帶給大家一個創新革新 大家應該已經聽出來今天的主題了 最新的白雪公主 那我們早就已經知道 他們把白雪公主變成了一個中雪公主了 請了一個Latino 中美洲的這個演員來演白雪公主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平等到 奪取那些天生有侏儒症的演員演出的機會 把七個小矮人改成了七個心裡有問題的大人 他們還改變了整個故事的經過還有內容 還有整個故事想要傳達出來的訊息 來讓這部片子變成了更女權主義的一個新想法 那這是最新的這個白雪公主 Rachel Zagler 的訪問 You said you were bringing a modern edge to it on stag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 just mean that it's no longer 1937 and we absolutely wrote a Snow White She's not gonna be saved by the prince She's not gonna be saved by the prince and she's not gonna be dreaming about true love she's dreaming about becoming the leader she knows she can be and the leader that her late father told her that she could be if she was fearless, fair, brave and true and so it's just a really incredible story for I think young people everywhere to see themselves in Snow White is running for president I'm launching my campaign but yeah 她說的沒有錯 的確不是1937年了 想要回到1937年的人 多少 你在下面留言一下 至少那時候人都是正常的 不會有男人分不清楚 你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的那種情況 當然 我不會把各位的目光放在她身後 那個大概是目前好萊塢裡面最正的女明星 Gal Gadot OK 她的角色是那個邪惡的女王 然後呢這個比較矮的在在前面的就是演白雪公主 但是我想要先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這個故事裡面 OK 這個壞皇后是忌妒白雪公主的美麗的美美貌 她的外貌的 就是那邊魔鏡啊魔鏡 誰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 然後那個魔鏡應該是要跟這個白雪公主說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比你更正 那我們這些觀眾 OK 當然我不是觀眾 我不可能去看這部電影 所以說我不可能是這部電影的觀眾 他們要 觀眾相信說 Gal Gadot 在嫉妒這位Rachel Zagler 因為 Rachel Zagler比較正 那當然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我並不在乎魔鏡的審美觀怎麼樣 沒關係 故事需求 我接受 沒差 重點是 你剛剛聽到這一段訪問 幾乎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了 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會賣的很爛 票房會很糟糕 可能比那個小美人 那個黑人的小美人魚還要糟糕 這些我都不在乎 我想討論的不是膚色或是長相那些東西的 就像好萊塢當時拍這個七龍珠的時候 請個白人來演悟空 很多人就說什麼 悟空應該是亞洲人啊 對不對 這是歧視亞洲人 為什麼不找亞洲的演員來演呢 那我當時我就想說 賽亞人好像是外星人耶 而且有差嗎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為了一個爛片起爭執呢 沒有錯 這些電影 特別是迪士尼的電影 票房爛已經不只是因為他們的覺醒文化了 而是他們的故事是非常爛的 他們在拍的電影是非常非常爛的 沒有人會想要去看一個弱女子 然後呢 她不需要王子去營救 而且整個故事的中心的浪漫 變成了一個Ted Talk的一個自我建設 這個女權主義的演講 沒有人想要看到白雪公主成為一個大公司的小主管 然後她的幸福快樂的日子就是 終於跟她的兩隻貓一起搬進一個兩個房間的公寓裡面 我們想要看到的其實就是 這個公主被王子救了 然後呢 他們彼此相愛 這個是所有的人想要看到的 當你拍一部片子只是為了討好女權主義的時候 而不是在說一個經典的故事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想要看這部片子 女權主義的白雪公主已經被拍了好幾次了 上一次那個目光之城的這個女主角跟那個Charlie Theron 一起拍的那個就是另類的白雪公主 女權主義的白雪公主 事實上就是沒有人在乎現在的女權主義 因為女人並沒有在被打壓 而且沒有男人想要打壓女人 想要打壓女人的男生不是男人 她只是男孩而已 事實上就是不管這個中雪公主是怎麼說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是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男人 可以保護她可以守護她的 這是幾乎所有女人都可以希望得到的 女人希望一個勇敢的白馬王子出現 讓她可以一見鍾情 這就是為什麼像白雪公主這個樣子的故事 可以存留好幾百年 而且每一個世代對於好男人的觀點的形容詞 都是白馬王子 我在這裡不是在跟各位還在找對象的男性說 你一定要花一堆錢買一輛白色的BMW之類的 我想說的重點就是 女權主義沒辦法跟任何的人產生共鳴 女權主義只是一群心理變態的人 他們希望女人這個樣子做 他們希望女人這個樣子思想 希望女人這個樣子希望 但是永遠都沒有用 因為是假的 那當然我在這邊也不是在說 女權主義在這個世代沒有任何的信徒 或者是堅定相信女人就是 要跟男人一樣 可以放蕩 沒有羞恥 殺死自己的孩子 這樣才叫做女強人 很明顯我們的世代 是充斥的這個樣子的人的 很明顯 女權主義並不是沒有用的 這個主義正在摧毀著我們的時代 OK 女權主義已經屠殺了 六千萬的美國的嬰兒了 而且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他們會贏得這些小女孩的認同 就是透過極端的洗腦 而且不斷的衝擊 特別是在公立學校上面 他們刻意的把女人雕塑成一個受害者 然後女人就是要仇恨男性 讓自己覺得可憐 覺得絕望 然後把所有女人的問題都堆在其他人的身上 這樣子的洗腦模式在社會 在文化當中是有效的 但是在一個故事書裡面 那個童話故事裡面 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因為在一個童話故事裡面 是充滿著激勵 鼓勵 魔幻 滿足的 但是女權主義則是充滿著無知 嫉妒跟仇恨的 所以這部片子絕對不可能成功 因為這就是一個無知 又嫉妒 而且充滿仇恨的女權主義 所以我們可以問的就是 那些帶小孩去看迪士尼電影 然後去看白雪公主 他們接下來的回程的路上 是一直在跟他的女兒解釋說 這個電影很糟糕很錯誤 或是如果更好的情況 當他們看到這部片子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把他們的女兒抓著 就走然後離開電影院 還是這些爸媽看不出來 這個有什麼壞處 當這些邪惡的女權主義 擺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他們還是覺得很OK 還是這些母親 自己就是已經被女權主義洗腦的左派人士 他們憎恨男人 所以他們鼓勵他的女兒去看這些東西 我猜 大概以上這些全部都有發生過 如果你是父母 你想要帶你的兒女去看這個電影 然後想說要去看白雪公主 應該還不錯吧 迪士尼應該還不錯吧 現在你就知道了 不要帶你的女兒去那邊被傷害 那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是人 我們想要創新 我們想要革新 聖經裡面詩篇96、98、149 都說我們要對神唱新歌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信靠耶穌了之後 我們就是新造的人 聖經裡面又是新酒、新皮帶、新皮囊 新這個新那個的 新意更新而變化 我們常常以為要做這些新的事情 要有新的模式、新的儀式、新的方法 我們要用新的方式來領受神 我們要把夜店帶到教會裡 還是把教會帶到夜店裡 然後我們的牧師要開YouTube頻道 然後看牧師開卡丁車 看牧師吃美食 然後這個樣子可以吸引年輕人 教會可以變得很大 我們可以請林書豪在GoodTV下面 放一堆什麼台灣的明星在那個地方 請吳建豪跟吳思卡 一起弄一個演唱會之類的東西 我們要證明基督徒很好玩 當基督徒很爽 導致我們常常忘記了我們的傳統 讀聖經、查經、靈修、禱告、跟神清經 讓我們以為外面的社會 比我們還要先進還要完美 聖經上告訴我們 聖經紀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節 所以你們要照著耶和華你們的神 吩咐你們的謹守遵循 不可偏離左右 你們要走在耶和華你們的神 吩咐你們的道路上 使你們可以活著可以享福 並且使你將要佔領為業的地上 可以長久居住 我想用今天的節目來提醒所有的基督徒 教會 吸引年輕人 不是什麼聖誕節特惠 或是我的教會支持同性戀 我的教會說你可以犯罪 我的教會牧師說話很風趣 吸引年輕人的是方向 是神的律法 是可以正直的跟神一起活出最正直的自己 是男人可以做一個真的男人 女人可以做一個真的女人 吸引年輕人的不是革新 不是革命 更不是更新 而是神的話 不要把自己的孩子當成是兒童 要把敬畏耶和華的心放在他們的生命裡 這個樣子 就算有一天你走了 他們也可以剛強地跟神一起走下去 這也表示我堅決地認為 只有謹守遵行 不偏離左右 走在神吩咐我們走的路上 我們才可以活著 才可以享福 才可以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的國家長久居住 保守派不是一個傳統的代表 而是一個心靈層面的更新 跟耶穌一起行走的勇氣 只有這個樣子 我們才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我們下次再見